在跑步技術裡面 裡面還有兩個很關鍵的變數 一個是著地時間跟你腳掌著地的位置 先談著地時間 你腳掌著地的時間越長啊 越會拖到你前進的慣性 因為腳著地的時候是跟地板黏在一起 它會屬於靜止狀態 你前進的時候是你兩腳都騰空的時候 你才會往前移動 那什麼時候著地時間會拉長呢 第一 你的腳跟著地的話 你的著地時間會拉長 因為腳跟著地要經過中足再前足 所以你的著地時間很長 所以會拖到慣性 第二是你跨步的時候 因為你腳掌往前跨 你要等到你的臀部通過腳掌 還有你的臀部跑到腳掌的前方 你的腳掌才可以離開地面 所以著地時間也會延長 我們讓一位選手在50公尺的距離裡面加到極速 然後要求大家在通過50公尺終點線的時候 要在5公尺內停止下來 我們會發現它在做停止這個動作的時候 它會把腳往前跨到臀部的前方 而且用腳跟著地 因為支撐點跑到我們重心的前方 這是重心臀部 這個是支撐點 我們跨出去就是煞車 所以藉此想說明一件事情 是說我們在跑步的時候 盡量不要把我們的腳掌跨到臀部的前方 跨得越多 煞車越多 我們剛才提到腳跟先著地 著地時間會延長 那我們現在就來實驗看看 讓這一群跑者在同樣的速度下 我要求他們先用腳跟先著地跑跑看 再用前腳掌先著地跑看看 比較兩個著地時間的差別 戴上你的音樂 pir章 R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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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